書畫說第一賣兵第二做醫生 我是不知道賣兵好不好賺 但現在做醫生似乎真的是挺賺的 從健保書統計各家醫院收益 就可以證明此話不假 108年的整體收支有節餘的絕對數 的前三名來看的話 那分別是 第一名是臨口長根 那它整體節餘是72億 那高雄長根是60億 那台大是24億 這也是臨口長根從104年以來 纏連4年成為全台最賺的醫院 不過浮誇的還在後頭 根據健保署今天公布2019年各醫院的財報 光是前10名賺錢的醫院就有4家醫院 是屬於長根體系醫院 合計獲利170.25億元 堪稱全台最賺醫院 但長根體系的醫院會賺這麼多 其實大多都不是靠醫療本業在賺錢 甚至最賺的臨口長根在醫療本業上 還虧損5.59億元 臨口長根根據我們這7年來公布的財報 它大概在近4年都是財年第一名 當然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它的鼓勵收入 不過回歸醫院的本質就是要9人醫病 如果是靠醫療本業賺錢的醫院 則是這間醫院賺最多 但有醫院賺錢當然也就有醫院是賠錢的 根據健保署的資料 全台共有29家醫院虧損 其中亞東醫院虧損最多有4.34億元 其次是府大副醫3.75億元 嘉義長根3.36億元 中醫大新竹分院2.29億元 新樓麻豆醫院1.15億元 亞東醫院大概短處的4億多 那大部分原因是來自於它的 醫務的部分的一個虧損 那不過也有像府大還有像中醫的大新竹 那這部分是屬於新成立的影院 所以在剛成立的初期會有一點虧損 看來這年頭想要開醫院賺錢 好像也不是這麼樣的賺啊 另外健保署今天除了公佈最賺錢的醫院外 還一併公佈了前五名賺錢醫院的湖病幣 分別為領口長根7.8 高雄長根7.7 台大醫院7.3 桃園長根9.9 中國富裔8.4 醫改惠也說對於醫院有沒有賺錢 繼承的護理人員其實很無感 因為他們的工作環境很少被改善 屬於醫院的盈餘應該用在 改善醫護工作環境和薪資 健保署也強調醫院在賺錢之餘 可別忘了在第一線忙到爆的醫護人員 幫他們好好加個心吧 Therefore員 vibrations